打在了左側 穿了出去 形成了安打 王宇翔敲出了安打上壘 目前雨勢都還不是特別大 比賽還可以繼續進行 拿回來 打穿了一、二壘之間的防區 一壘上的袍子 繞過二壘之後往三壘走 氣球跑來源也襯傳來到了二壘 有點確定有兩名跑者了 不到 王宇翔順利的來到三壘 這手點了 點越過了投手 那二壘上的羅浩漢也要回來 Save 這兩分中華隊一口氣都拿到了 中華隊雖然在第一局 想要利用腳層來搶分 搶分不成 這個時候還是利用腳層 對 這個班局完全是靠腳層來拿到分數 這個禁壘很積極喔 不過這個球 我三壘上的跑車 有一點猶豫喔 鄭其恩這一點點到了投手的後面 這個高技巧的滑壘動作 搶到這一分 羅浩漢 這一球閃得也非常的夠水準 量能夠投進好球袋喔 對 會更有信心喔 對 這球出棒打高了 打到球的下緣 中華野手 完成了接殺 這個出局數相當重要 一定要對上的對手 預計是德國隊 這一球 敲到的中間方向 是一支安打 一好三壞的情況下 球數是對達者 滿有力的 他也設定 也敲出安打 兩好三壞的滿球數 這一球敲到左半邊 評分安打出現了 墨西哥隊連續兩支安打的串連 讓他們在一人出局之後 攻佔一二壘 四壞球保送 又是要投開喔 他現在換上的投手 背號十二號林品佑 昨天是擔任一壘手的位置 今天得失以後援登板的角色 來出賽 一出局滿壘 墨西哥隊的進攻 這一球敲到了中右外野方向 最後是被中外野手接殺 三點上的跑者回來得分 現在雨勢忽然加大 而且風勢是左往右吹 這一分回來之後 墨西哥現在五比三 兩分的落後 還OK喔 一個出局數 雖然掉一分 但是對方 絕對有很大很大的壓力 對 落後兩分 剩下一個出局數攻擊的機會 這是一支高飛犧牲打 這個雨是來得又急又快喔 所以即便已經是六局下半兩人出局 裁判也把場上的球員先叫下來 會不會升至天 好嗎 那麼快 快樂